中文播客 中文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不是中国传统就是说形容怎么说很好 我们说很规矩的一些女性的典范 她会具备这些标准 应该说在古代这是对女子的一种表扬 但是在现代 其实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 对 所以说根据这个时代的变迁 其实这个观念和标准 它所代表的意义也变得很大 对吗 那么这个三从四德 那其实它们分别都是代表了一些这个概念 等一下要请大家听一下 其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三从四德 和现在我们比较怎么说 比较滑稽油滑所谈的三从四德 它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一定非常有意思 那最后一个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课文 是不是描述了当今社会 对于这个性别角色的见解 还有是不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那还是像以前一样 康尼要跟我们这个先来重点分析一下一些词汇 对 我们先来看一些有用的词语 第一个呢就是不然 我们也可以说要不然 意思是否则 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样 好 那还有什么词呢 还有一个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当家 当家做主 就像你说的 如果喜欢中国政治的人 可以会发现 在中国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人民当家做主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社会当中最中间的力量 对吧 我们当家做主 感觉不错 还有什么词啊 还有一个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叫 机管言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课文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引用了很多现在的流行与一些新的词汇 然后他们其实都是 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 对对 把我们这个 它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把它造出了一个新词语 而且是针对惯例中用词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调侃 对吧 那机管言和我们平时说的 我们生病的那种 你要咳嗽 气管言 其实说它是在这个声调上 和字写出 写法上有不同的地方 那今天讲的这个气管言是什么概念呢 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 丈夫怕老婆 这个就是气管言 对 那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听众 有没有自身有没有这种情况 或者等一下和可以 我们来这个很好的讨论一下 下面一个是 好爽 好爽是形容性格的词吧 对不对 也可以说某个人的做法 或者说话的方式 那这个是什么方式呢到底 就是表示这个人很大方 很大方 不小气 不扭扭捏捏 对吧 因为我们其实在中国也很 经常把人分为地域上的 有一些差别 南北 南北 对好像北方人给人的感觉是 比较好爽 他们喝酒的时候就是 来一杯 一整瓶一整瓶的喝 南方人就比较这个小心翼翼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听一下今天的对话了呢 可以 好 我们先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呀 已经十点了 我要回家了 不然我妈妈会骂我的 不是吧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家还有门禁 况且你都二十多岁了 早就应该独立自主了 你妈妈怎么还管你管得这么严格 嘿 我父母的思想比较传统 家教一直是很严的 我和妹妹每天晚上十点以前一定要回家 出去玩也必须先和家里说 是吗 那你们家是谁当家 你妈妈 应该是 我爸爸是上海人 性格比较温和 也很少管事 家里里里外外 大多时候都是妈妈做主 难怪呢 早就听说上海男人在家里通常都是听太太的 是典型的七管言 其实我倒觉得所谓的七管言 反而是南方男人值得称赞的地方 因为这实际上是他们温柔和体贴的表现 北方男人就太大男子主义了 的确有点 北方男人虽然热情豪爽 却也比较霸气 容易冲动 同时他们还认为做家务是女人的天职 所以北方男人在家里是很少做家务的 要是哪个北方男人被人知道在家里做家务 而且还怕老婆 估计会是最丢脸的事情了吧 是呀 做家务的男人总是会被鄙视为太婆婆妈妈 其实家务应该是整个家庭共同承担的义务 我爸爸在家里就经常帮妈妈做家务 那你爸爸思想真的算是很开明的了 中国男人通常都会受到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 不少人到现在都还崇尚 所谓的三从四德 所谓三从就是说 女人在家要从父 出嫁后要从夫 夫王后要从子 中国古代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说起来古代女子的命运还真惨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女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男女之间已经变得更为平等 不过现在倒是流传着一种新三从四德的说法 你听说过吗 是吗 你说说 三从是 太太命令要服从 太太外出要跟从 太太说错要盲从 四德是 太太买东西要舍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发威要忍得 太太未归要等得 哈哈 看来这是专为现代男人所规定的守则啊 现代社会的发展果然是日薰月异 是啊 家务是再也不是女人的专利了 家庭主夫也越来越多了 看来大男子主义被批判了这么多年 终于是时候让大女子主义兴起了 哈哈 没错 哎呀 和你聊天都忘了回家 我得赶快走了 下次聊 好的 再见 嗯 康妮呢 其实今天我们真的是学了很多 那我们刚刚有一个问题呢 又谈到三从四德这个概念 那说过传统意义上 中国古代有三从四德 这是对女士最好的一个褒奖 对吧 一个表扬 而且是女子必须遵守的一个规则 那么其实我们课文里呢 只讲到古代的三从 是哪三从啊 嗯 那么第一个是在家里要从父 这个从其实就是服从的从 对 什么事情都要听父亲的话 嗯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出嫁以后 就是要听丈夫的话 要从父 对吧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说 如果丈夫死了 嗯 要听儿子的话 哦 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父王死亡啊 对 父王后要从子 嗯 哎呦 你能理解吗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就像你一开始说的 现在可能觉得这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 很封建的一个思想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说的四德呢 也就是说 父德 父言 父荣 和父公 简单的说就是 父女的品德 嗯 就是她人怎么样好 还是不好 哦 另外是说 父女的 词令 也就是说 她说话 得体不得体 叫父德 嗯 懂不懂礼貌 嗯 下面一个是 她的 仪态 就是她的样子 好看不好看 嗯 下面是说 她的女工 就是 针线活是吧 对 针线活 也可以说 做饭等等的技术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是四德 那么新的三重四德 呃 其实是 很多现代人对于 那个时候 老的三重四德的 一种嘲讽 我觉得 我们课文里提到的 这个三重呢 就是 现在是 女的当家做主 好像有点 大女子主义的 那个气势了 就是说 太太命令 要服从 还有就是 太太 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 你要跟从 嗯 第三个从 就是说 太太说错 要盲从 对 如果太太说错的 你也一定要听 那这个盲从啊 这个盲就是 盲人看不见的 那个盲 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们说 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以说 不管他是好 是坏 不管他是对 是错 你很盲目的去 这个 相信他 或者什么 跟随他 叫盲从 对吧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太太 生气的时候 一定要忍受 就是太太 发威 要忍得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太太没有回来 你一定要等 要等得 哎呦我的天哪 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 现在这个 女性地位 比以前大大的提高 可是我觉得 这么好的男人 可真少 至少我是没有碰到过 非常的稀奇 对对对 那么前面 你觉得我们 现在社会上 是不是 好像女孩子的气势 不能说压过男孩子吧 可是 当然跟古代比 我们的地位 是提高了很多很多 很多 嗯 那今天 还谈到了一些 重要的词啊 我想你赶快 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吗 好的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一个是 里里外外 嗯 这个是不是成语啊 还是说 这个 它是一个 形容词的 重复 哦 里里外外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家里面 和家外面 就是什么东西 都包括 对不对 里里外外 那还有一个词 我看到 婆婆妈妈 和这个好像挺 挺对称的 嗯 婆婆 妈妈 嗯 你有没有听过 这样的词语吗 婆婆就是什么 外婆啊 奶奶啊 对吧 然后妈妈 但是这两个词 合在一起 它不是说 你的婆婆和你的妈妈 当然不是 我们一般说 婆婆妈妈 都是 年纪比较大的 嗯 动作非常的慢 然后很唠叨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婆婆妈妈 其实是形容这种 年纪比较大的 女性的特质 就是说 可能 她会很唠叨 一件事情 反复不停的说 然后那你说的 动作比较缓慢啊 什么的 婆婆妈妈 那其实 就像柯文说的 这个词也可以被 用在形容 男人的身上 那么如果 男人被形容成 婆婆妈妈 那就不好了 对对对 他们应该不会 很喜欢这样的形容 那还有一个词 就我们说的 新生的词汇嘛 除了刚开始说的 七管言 还有个叫做家庭主妇 嗯 那这个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家庭主妇 对 就是说在家里 这个主持家务的 妇女 对吧 这个叫做家庭主妇 对 有很多一部分的女性 她在成家了以后 就成为了家庭主妇 就是不工作了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说的 家庭主妇 我们先来看这个 主 主就是做饭 主饭 主饭的主 夫就是丈夫 哦 所以说是在家里 做家务的一个男士 家庭主夫 对吗 对 那可能现在这样的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多 但是就是可能会比以前 呃 愿意帮助 有所增加 对对对 愿意帮助太太的人会 这个数量会多一点啊 那么今天还有一些什么词呢 我们下面再来学习一个成语 叫做日心月意 嗯 那么日和月 大家一定听说过 那日心月意是什么意思呢 嗯 日心月意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成语里面有日和月 大家一定知道 心和意就是说一些变化 哦 就是说变化蛮快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非常的快说这个变化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可以用来形容社会 也可以用来形容地点 比如说一个城市 对 我的家乡发生了日心月意的变化 那其实除了成语以外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 很好的这个简单的词语 比如说门禁 对门禁 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允许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规定 或者不允许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规定 那还有一个概念是家教 家教就是父母 或者家长 长辈 对子女的一些教育 家庭教育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呢 你家庭的教育 可能比较多的是反映在你的 举止谈吐上面的啊 还有我们看一个人 礼貌不礼貌啊 或者什么会说他家教好不好讲 对对 那还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叫做天职 对天职就是说 必须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天是不是说 就是上天的天 对 上天一定要让你做 你一定要做 比如说什么传统观念啊 女人的天职就是在家里相夫教子 对吧 照顾老公 照顾孩子 这样 然后男人的天职呢 就是出去工作 然后养家糊口 这个叫天职 职就是责任 职责的意思啊 对 好 比如说我们 军人的天职是 保护国家 嗯嗯 好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谈到很多很多 我想大家也会有很多的想法要分享 其实你们可以上网 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对 那我们上面有这个留言的部分 有博客的部分 都可以让大家很自由的来 这个发表你的意见 然后我们非常欢迎 对 康妮你也会一直上网吗 会去 有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关于语言的问题 你会解答 然后有的时候会发表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课文的看法 对吗 那我也是一样的 还有我们所有在这里一起工作的朋友 都很愿意听到大家的这个声音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 我跟康妮想要跟大家说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嗯 下一次再见 那最后呢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呀 已经十点了 我要回家了 不然我妈妈会骂我的 不是吧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家还有门禁 况且你都二十多岁了 早就应该独立自主了 你妈妈怎么还管你管得这么严格 嘿 我父母的思想比较传统 家教一直是很严的 我和妹妹每天晚上十点以前一定要回家 出去玩也必须先和家里说 是吗 那你们家是谁当家 你妈妈 应该是 我爸爸是上海人 性格比较温和 也很少管事 家里里里外外 大多时候都是妈妈做主 难怪呢 早就听说上海男人在家里通常都是听太太的 是典型的七管言 其实我倒觉得所谓的七管言 反而是南方男人值得称赞的地方 因为这实际上是他们温柔和体贴的表现 北方男人就太大男子主义了 的确有点 北方男人虽然热情豪爽 却也比较霸气 容易冲动 同时他们还认为做家务是女人的天职 所以北方男人在家里是很少做家务的 要是哪个北方男人被人知道在家里做家务 而且还怕老婆 估计会是最丢脸的事情了吧 是呀 做家务的男人总是会被鄙视为太婆婆妈妈 其实家务应该是整个家庭共同承担的义务 我爸爸在家里就经常帮妈妈做家务 那你爸爸思想真的算是很开明的了 中国男人通常都会受到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 不少人到现在都还崇尚所谓的三从四德 所谓三从就是说女人在家要从父 出嫁后要从夫 夫王后要从子 中国古代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说起来古代女子的命运还真惨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女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男女之间已经变得更为平等 不过现在倒是流传着一种新三从四德的说法 你听说过吗 是吗?你说说 三从是 太太命令要服从 太太外出要跟从 太太说错要盲从 四德是 太太买东西要舍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发威要忍得 太太未归要等得 哈哈 看来这是专为现代男人所规定的守则啊 现代社会的发展果然是日薰月异 是啊 家务是再也不是女人的专利了 家庭主夫也越来越多了 看来大男子主义被批判了这么多年 终于是时候让大女子主义兴起了 哈哈 没错 哎呀 和你聊天都忘了回家 我得赶快走了 下次聊 好的 再见 再见 咱就 咱就 ths 咱就 咱就